困坛 我困了一两百天 我请全力 首战就是决战 台湾军队能不能抗得住 第一级就是关键的 大陆并不是很care人民的 数战数决是所有军事将领 都希望的事情 台湾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态势 都还比不过乌克兰 还能跑去拿个火箭筒 你就把军心士气带起来了吗 作战一直拱 台湾的防御能力 不是政客里面讲的那一套 这个战我要不要打 不能打 我要不要闭 我闭的话是怎么样能求和 这才是高层要做的事 盲球卫去的那个孤立雄 他懂什么军事 看的真的很难过 是怎么样想的 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 他们所发布的一个最新民调 这个民调蛮有意思的 因为他的命题是很直接 他就问如果大陆打过来的话 台湾你相不相信 可以抵挡100天以上 结果我们来看看这个大饼图 说呢 台湾可以跟乌克兰一样撑100天吗 不相信的人过半数51% 好 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说如果蔡政府 为了B站不寻求正式独立的话 这民意反应呢 哎也不占成也是将近一半 请教将军你怎么样来看 其实现在在台湾的这个民意 当然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 就是年轻人他的一个政治取向 好可能因为在教育啊等等的情况之下 跟先前当中有一些的不同 但是问题是 能不能撑100天 其实你现在把这个两边的武装力量 摆出来 把这个军事基地摆出来 把这个他们这些空中啊 地面上海上的这个战力摆出来 其实 过半的台湾人不相信我们撑得了100天 这个要从好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中国大陆他准备用什么方式来 来巫头 他方式很多种选择啊 他有的叫做困台 我困一个一两百天 没得吃的没得喝的没有生意做的 能源不让他进去 我也不要动手 我就困 困的方法而且还 赢不起太大的这个反弹的理由 我在基隆外海军演一个半月 我在左营外海经演一个半月 所有船只请你飞机不要经过 花莲外海 它分三个地方 那你 你台湾现在的进来的天然气石油的储存量 就让你造成困扰 对不对 这叫困台 还有一种呢 我请全力 首战就是决战 那你 台湾军队能不能抗得住第一级就是关键了 对 你扛不住第一级的话 七天三天就结束了 就是大事就去掉了 你主战兵力消耗掉了 那要看他要不要说 解放军我不惜牺牲 我就是这样子投入大量的这个兵力 我们根据以往的观测 大陆并不是很care人民的 他一个防洪救灾 他一个营的部队给你卷下去 他也没那个 当然现在比以前是进步 但是作战 数战数决是所有军事将领都希望的事情 不希望外面有外力介入 或者战局有所变化 所以你要问我几天 我是没办法回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讲了蔡英文不搞台独 大概就不会有事吧 对不对 除了他自己内部什么网军那些政治人物在那里 抗中保台唱的震天驾向 让中国大陆能够和平统一的决心能维持多久 我们是要打一个问号 第三个 有没有外力干预 就像轮车司机一样的 拜登跟他讲 哎呀 你可以加入北约了 我给你加入欧盟了 什么什么什么 让你吃了雄心豹子胆 那你就跟俄罗斯干上了 那台湾现在不是也有外面的力量在诱惑吗 你买我的武器 我给你训练部队 我可以把日本跟你联合起来 美国在后面 这些东西问题是政治人物要不要上这个当 那我们就说 现在很多政治人物讲 台湾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当然不是 台湾的这个防御的这个态势 你还比不过乌克兰 乌克兰还有波兰 罗马尼亚 交界上千公里的这个边界 源源不绝地送东西进来 美国可以花几十亿 几百亿的这样支持 还有那傻傻的欧盟那些 就是存亡此寒 所以我们也在供 那我回过头来看 那台湾出了事 有多少外援能够自主 你四面还海嘛 四面还海 那解放军的巨子战略早就把 大陆东南沿海一两千公里的势力范围都是它可以攻击的嘛 所以我们能不能得到外援 好 那你说我预先储备 我都买 台湾有多少国防预算可以买到支持一百天所要用的武器弹药 那万一不来打呢 你是不是浪费呢 所以这些事情啊 所以老不信他只能一个大体的想法 我不相信可以买到一百天 这是一个共识 但是刚刚林教授讲了这个年轻人有兴趣做这个图 我倒是觉得一个好事 为什么 台湾的年轻人有两种 一种像火腿竹你听过吧 每天就在听那个天上无线电 共军来扰台的时候 我们国军叫他 这是我的领土请你离开那边 说我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有兴趣的 但是这两种人还是少数中间的极少数 我们绝大数的青年人是在 我要不要变成真兵制啊 我四个月的这个后备军召集会不会吃那么多苦啊 所以真的今天我觉得台湾争论的危机 年轻人跟一般老不信 并不尊重国防 你看这么多年来 打击军中的这个市区 做了多少事 今天回过头来 蔡英文跑去拿个火箭筒 就把军心市区带起来了吗 我们今天军校招生突然能招满了吗 募兵制 我跟你讲战场上很重要的士官 美国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表现最优秀的是士官 他是直接带了兵打仗的 那我们的士官制度呢 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靠老总统带来了六十万国军里面的老士官 什么武器啊什么都搞得很清楚了 作战的程序也很清楚了 现在没有了 那你士校培养的能不能像美国 我到美国看过他一个士官长 他可以吹个哨子 签营签传聚合 他权力很大的 很受尊重 薪水带预约很高啊 上八九千到一万多美金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台湾的防御牵涉的问题太多 第三个原因 作战意志够不够 你美国希望鼓吹我们打巷战 打城镇作战 那最重要的就是作战意志 老子跟你拼到底了 我不要活了 我都要跟你干 作战意志够不够 作战意志从哪来 国家意志有没有 国家意志有了军人荣誉有没有 军人责任了 我今天负责这个房子 这一种大楼 我就在这种大楼给你干到底 这种作战意志是 城镇站里面最基础的问题 第二个 城镇作战你要疏散吧 我们这两千三百万老不信 往哪里跑呢 台湾三点六万平方公里 中央山脉站了百分之七十啊 那又讲打三地站 那个苏贞超讲的打三地站 我是带着部队在中央山脉 还走二十一天呢 我刚刚讲我体重下来都少了十公斤呢 相当你的补击很困难啊 你三地作战什么条件呢 所以今天我最恨的就是说 你政客列出来的这种作战方式都不符合我们一般的军事常识嘛 做不到的事 那现在的国防部官员也受在上面的压力 对不对 美国的压力 黑鹰那个反潜机不埋就不埋了 这是S拐动C摔了 那你港口附近的反潜要不要做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我们在军中说一个是建军一个是备战 建军就是说我将来买什么武器 什么组织编制 我什么要精兵制 我什么要指挥阶身 这个精简化 备战就是作战训练 作战战场军营 这两个系统要完整 你才有战力嘛 那这两个 我们连建军的战略规划 像美国买的军购的KP级打回票 是你懂得台湾防御作战还是美国懂的 还是美国那套你要造的遵循 这就乱了吧 那备战的系统 今天小兵前两天不是一个新闻吗 那个班长跟小兵起冲突 连长来劝加还被那个兵 怎么样 以后你能怎样 判刑六个月 判刑六个月可以缴罚款就缓刑就出来了 这样的军纪 你今天叫我问 维持100天 70天 还是21天 我实在很难回答 是 真的很难回答 问题就是说 台湾的防卫能力不是政客里面讲的那一套 而是在领导阶层里面的起战指导跟中战指导里面 你怎么去想的 这个战我要不要打 不能打我要不要闭 我闭的话是怎么样能求和 这才是高层要做的事情 是 结果你 盲特瑞去的那个孤立雄 他懂什么军事 我看了真的很难过 盲特瑞是我创的 对不对 那是很隐秘的一个管道的 签了拿来做政治宣传 这个东西 所以我讲我拒绝回答 100天有没有 没办法算 没办法算 那位 台湾我基本上认为不太容易爆发两岸战争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台独都懂得自我约束 因为美国老大不同意你宣布独立 所以我不相信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台独分子 胆敢违逆美国老大的意识 但美国老大他现在也不准你独立啊 而且不断的跟中国大陆讲 不支持台湾独立啊 所以这一关卡住了 中国大陆就不太会有什么想法说 他现在很多事情要忙 要来管理台湾这一块 第一个 第二个呢 虽然台湾的军队老是要要一事啊 做这个做那个 在解放军的这个军力快速发展底下 他根本不当你一回事 你今天什么准备城镇作战啊 准备做什么游击战啊 游击战的主司也是共产党军队 可不是咱们的国民党军队啊 所以这差异很大 所以他有高度的自信心 有高度的放心 他觉得你就是如来佛掌中的一个猴子 你反正逃不开来 那我就不理你了 看你玩什么游戏 这个是一个目前观察我的看法这样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凡事总是有意外嘛 所以我们分清楚说 那到底解放军如果是这个攻台的话 我比较不赞成什么武力犯台 这个犯这个字眼 为什么 那以前我们老蒋总统 动不动就要反攻大陆 是不是要犯怒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犯字有点怪 那解放军要打台湾的时候 其实只是有个战略目标 就铲除台独政权 为什么 他想台湾的石油吗 他没石油啊 他想台湾土地吗 台湾也没什么土地啊 对他土地那么大了 他不需要这个土地啊 那 所以他基本上只是一个 主权宣素的一个战争行动 这跟乌克兰又完全不一样 乌克兰哦 普廷有个很清楚的战略行动 乌东地区是我讲俄罗斯语的人 已经被你欺负了那么久了 我现在要把他割开来 不管让他独立也好 或者是让他病入俄罗斯也好 以后这个土地就不是你乌克兰的 他从来没有去铲除乌克兰的政权 没有从来没有 这跟台湾刚好颠倒 他没有要台湾的土地 可是俄罗斯是要乌克兰的土地 这是两个不一样 他没有铲除他政权 可是他铲除台湾的台独政权 就是两个要做区隔 那俄罗斯的例子用在台湾是比较像的 我打个比方的 纯粹比喻 就想说好 这个你这个闽南人欺负客家人 所以我就把桃园新竹画起来 我解放军就只攻打桃园新竹 那这样打就会很大 打很久 为什么打很久 其他闽南人的军队 就会花很长时间 去打这个桃园跟新竹 那桃园新竹的客家人 就会结合解放军不断的来防御 所以打的时间就很久 但是翻过来说 如果俄罗斯要铲除基辅政权的话 哪需要打那么久啊 什么武器又抬开来了 泽兰斯基现在早就跑 跑到美国去养老了 他不需要跟你打那么久 而且那个什么 而且乌克兰可以在土地上 还有很多的空间 乌西下根本不打吧 就连像说我们还可以在台北 桃园动员军队去新竹跟你打 所以时间上打很久 但如果存在铲除政权的一个 就非常的快 我印象中很深刻 2004年那个总统大选里面 那个国安局有对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做安全简报 那我当时也参加过安全简报 当时啊就比较调皮 有人在问说 那国安局的观点说 那如果两岸开战的话 我们可以挡多久 可以挡50天吗 国安局沉默不语 挡30天吗 也沉默不语 那最一个说能不能七天 他们竟然说七天相对比较有信心 那可以很清楚他答案是什么啦 刚才帅将军是很客气啦 我没办法评估 我没办法评估 帅将军比谁都有能评估啦 那在整体来讲 这是一个战争行动不一样 那跟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 生命财产是没有关系啦 不要以为这个解放军来打台湾 是要抢台湾的财产啊 什么的不是不是 就是铲除台独政权 他的唯一的目标 是啊 那不像那俄罗斯百分之后 我要乌东的石油 我要乌东的煤矿 对不对 我要多土地对不对 那是完全两把之事啊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